大家好,這裡是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 現在的報道也相當精彩 大家記得聽下去 因為我六點多鐘就要交片給星期二得道那邊 所以有時候我會報不及那日今天的新聞 我會後補回了,放心 今天香港最大的新聞 一定是國務院根據林鄭月娥的提名和建議 任命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出任職務司司長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接任保安局局長 副處長蕭澤儀出任警務處處長 和免許張建宗職務司司長的職務 那無論如何都要先報了 我雖然大家都知道 清晨六點多,西九龍衝鋒隊 在山東街波蘭街交界 發現一兩海儀私家車泊在路邊 之後上前折查 在車內搜出利刀 和約10克冰毒 被捕的三男一女懷疑有三合會背景 他們上了孖頁 在現場協助搜證 之後帶回警署調查 蘋果日報週四發行了最後一份報紙 和停運 但是今天《文匯報》出特版 在《文匯報》的工作人員 批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和《蘋果日報》敗壞社會風氣 更成為反中亂港 違法攬炒的輿論平台 因為《文匯報》的工作人員 知道他們報紙沒有人看 今早上故意在灣仔一帶派發特刊 特刊內容指責黎智英 長期扮演外部勢力代理人 和攬炒派的主要角色 而歐美政客經常聲援黎智英 公然干預香港法庭的判決 又說《蘋果日報》涉嫌煽暴亂港 和造假新聞逢中必犯 推動港獨 真是挺好笑的 人家都撿了 你現在吃人去饅頭 即是《文匯報》 你平時不發特刊 錦唐英傑案第三天 警察昨天作弓的時候 就說電單車轉入謝飛道之後 先向他開了兩發胡椒球槍 今天在庭上播放兩段閉路的片 顯示被告 電單車是由路額轉入謝飛道 多命防暴嘗試截停他 但是不成功 但是警察今天突然間改口 說電單車還沒轉彎之前 已經發了第一槍 說昨天看畫面的時候有誤會 那你不要當警察了 你怎麼這麼瞎眼呢 民建聯Facebook的專頁 轉發了中西區支部主席 楊學明的貼文 說有市民投訴 在石塘咀公共圖書館 館長之選假上 擺放了十本圖書 是黎智英的書 據了解全港圖書館 即日將黎智英三十幾本書下架 連飲食書 肥佬麗食片天下 都一樣要下架 吃東西都關國安法事的嗎 因為我昨天報不到 我今天都想說回 昨晚澳門多處的報攤 都有幾十個市民排隊買蘋果 這個情景在澳門是很少很少見的 其中議事庭 前地的報攤入了100份 現場有三十多人排隊 新馬路的永康銀行 對出的報攤 不計42餘留的 還剩50多份 但現場都有50人排隊 這個數字在澳門是很難得的 雖然昨天蘋果印了100萬份 但比澳門的數是很少的 永康的報攤 只有幾十份 每人都是限購一份 不用幾分鐘就賣光了 多謝澳門人 剛剛百老匯電影中心 就宣佈取消 童外一家的放映啟示 歐亞彩虹州 主辦方遺憾宣佈取消 童外一家的放映 如果受影響的客人 可以即日起 去百老匯電影中心 辦理退款 經網頁或者Apps買東西 他們會信用卡自動退款 大概要等三至六十個工作天 我想這套戲因為是講台灣的 所以政治心態很重要 有興趣的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名字叫童外一家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要報道 我晚上沒什麼做 左看右看 我看到一篇文 就是屈永賢自許領教國安法 是壹傳媒的第一人 屈永賢在大公報的文章 大談一九九五年 在壹周刊工作期間 曾經到福州探訪台海關係 之後遭國安查問的往事 他還自許 我是壹傳媒第一個領教過國安法的人 早過李子英 他說壹傳媒的記者 他從來都不申請記者證 他每次踏出羅湖橋 其實都已經犯了非法採訪罪 當時香港的行家陸續撤出 他和時任總編輯張劍鴻 即是沙丹紅 請示 沙丹紅決定留下繼續採訪 後來他和攝影師闖入軍區範圍 拍攝公安被捕 搜出隨身筆記 寫有台灣金門馬祖的軍事資料 和將軍的電話 因為事態嚴重 交了給國安處 即是大陸的國安處 他們兩個被人夾住了 就上了一架 拉了黑鏈的車 駛到一間獨立別墅 軟禁六日期間 天天都要接受國安人員的盤問 他還說這幾天是待遇 不是遭遇 魚蝦蟹是必備的菜 飲品更是灌贓宴 他說把最好的東西拿給你 就是不希望你們回大陸說我們沒有人權 他是不是瘋了 為什麼這些東西都寫得出 有沒有人相信 就算藍絲也不會相信 他還相信 只要你沒有犯罪 沒有人會規待你 他還說 他有個十二個貼身監視的國安人員 共住共飲 由初初互相猜渡 到後來天南地北 無所不談 他是不是提供了什麼服務 給國安人員 可以得到這麼好的伙食 共住共飲 那審問完了 得出結果 他只是兩個膽子粗的香港記者 不知天高地厚 他後來回到香港還將經歷提為 我在國安的六天五夜獨家報道 你這傢伙 你之前是黎智英的手下 你現在真是背早亡中 他最後還說原來國安局不是很神秘的 原來情報員都可以做朋友的 原來中國定不可怕 那契術到最後屈永賢還敢嘆 26年之後我們是中國夢實現了 不過我當日工作的機構卻倒下了 這些真是人渣之中的人渣 自己舊公司倒閉 還要在這裡寫出來裝作 在這裡吃人月饅頭 有屈小姐我想跟你說 你說的東西是沒有人相信的 藍絲看到也不會相信的 我不知道你幫誰寫啊收多少錢啊 誰叫你寫啊 你真是欣住啊 最後那兩年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還想吃蘋果日報的人圓饅頭 有些人扮蘋果日報 在TG開了個新 但蘋果日報出了聲明的 他說不是他們來的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 我怕你們被人騙的 好 今天到此為止了 記得按like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月費贊助 好 那我今天下班 我又去找一下有什麼趣聞 找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屈小姐那樣 被人抓 還可以燕窩解渴啊 魚蝦蟹必備賽 哇 我真是奇聞啊 荔枝國現在的犯人 好像25個半啊 是吃全日的 95年的大陸 比現在更好 荔枝國 不要說大陸那時候沒有錢 現在都不行 哪裏都不行 屈小姐 我知道你不會聽 但我很想告訴別人 因為你真的很好笑 我覺得這件事 我一定要跟別人說 好 那今天就這麼多 拜拜